当你提到转型的时候 他们对这方面的认知 就是了解可能比较少 所以他们会觉得 你跟我谈转型 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 可以入手去转型 我也不知道需要改变什么 因为我一做就做了十多年了 我一做就做了二十多年 都是这样子做下去 所以今天你跟我说 需要有一个系统来代替 目前我所做的东西 那他们的想法 就可能会觉得 这个系统靠不靠谱 你在收听的是由财经制作的 开门建商 在这个节目当中 今天是由能结合洪耀 和你一起探讨 开门做生意的商机与门道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聊一个 算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 但是这个老生常谈 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企业的这个数码转型 那虽然说我们现在面临这个疫情 这种不可抗力的因素 但其实还有这个各大的趋势 来推动这个数码转型 只不过哪怕是面对这样子的一种局面 我们的这个中小型企业 其实还有相当一大部分的这些业者 是没有进行电子转型的 像是南洋商报在上个星期四的一个报导 还蛮让人惊讶的 他是说其实还有33.3%的这个本地企业 认为说是没有必要投入数码转型的 有说明说其实这个浪潮 我们常常听Digital Solution 但是还那么久 还是有一些人觉得说可能太贵 还是说观念上觉得说没必要 所以就不进行这个工作 其实我也蛮惊讶的 但是想一想好像也没有那么惊讶 因为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的中小型企业 他们似乎对于这个数码转型 还是感觉上跟他们距离比较远一些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说 我转型了又怎么样 很像没有办法去遇见未来的绩效 那么有一些可能也会认为说 我要在内部进行很多的沟通 这个沟通的成本可能会太高 我倒不如拿这个时间来赚钱 那可能会比较有效益一些 所以大家都很像有一些不同的观念 那今天我们其实会着重的来谈一谈 中小型企业 那么因为说到了这个数码转型 大型企业可能不缺人 也不缺资金 也不缺资源 那么可能内部的沟通的管道 也比较顺畅一些 当然我知道有些大企业 也不是那么顺畅了 但是可能他们就是比较有这些的优势 但是中小型企业可能 他们是不是会面临 比较多的一些挑战呢 还是说其实中小型企业 他们在进行数码转型的时候 并没有他们想象的 这么样子的困难 我想这些的问题都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 可以好好的来探讨一下的 是我们今天呢 其实就邀请到数码解决方案的开发商 Willstack 来跟我们来调聊这个话题 那Willstack呢 其实是2016年成立的一家企业 那他们有开发这些所谓的数码解决方案 那其中一些很直接的例子 中小型企业也可以用到的 就是比如说公司HR在给员工请假申报款项之类的系统 而且他们也有这个处理公司账目的系统 他们其实也有这个搭建网页的业务了 那其实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这几年来 这个电子数码转型 其实是不仅是我们民间企业界自发 会想要去adopt的一个新的趋势 哪怕政府的方面呢 其实他们也很鼓励很多的中小型企业 去进行这个数码化的转型的 那其中呢 其实Willstack是有跟雪兰的州政府合作了 那州政府那边有给一笔这个津贴 给所有跟这个Willstack的这个中小型企业 如果有接受Willstack的服务的话呢 都可以拿到一笔高达5000令吉的这个补贴 这个部分我们待会请Willstack的Wilson来跟我们聊聊 其实我们在之前跟Willstack 在进行一些事前的讨论的时候呢 也是有提到说中小型企业其实在疫情前后 有一个心态和业务方面的一个转换啦 那他们说其实中小型企业在疫情之前 可能会比较着重其他的业务 但是疫情之后因为大势所趋嘛 所以就开始比较关注到这个数码转型 这个部分的重要性 其实我真的觉得蛮重要的 像我这几年我在如果要找新的工作的时候 我第一个会问的问题就是 你的公司请假是要填表格 手写表格还是上网请假 手写表格那些公司基本上我不会再考虑了 很麻烦是吧 对那我相信现在很多的90后或是00后 他们在找工作的时候 这些你公司的数码转型 对于吸纳人才 其实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事情 如果你还传word给我 然后叫我传word给你 那个真的很扣分 我觉得 对没错 那到底有多扣分呢 我们今天我们就来请这个 Wilstack的这个中小型企业数码转型过程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player 请他们来跟我们来聊一聊 我们这时候就来欢迎 Wilstack的创办人Wilson 哈喽你好 哈喽你好 大家好 我是Wilson Wilson你好 我们知道Wilson开发的这个系统软件其实很多 那有不同的功能 那一般来说 其实一家中小型企业要投入这个数码转型的时候 想先了解 他其实要考量哪些细节 来决定说自己会使用哪一套系统 还是说其实有一些系统是全部都可以用 还是说其实是可以拆开来去区分的 可以这样说吧 就通常中小型企业 他应该考量目前他们内部运营 或者是各方面其他部门是否有存在一些 就人手的问题 然后哪一些是可以从手动去自动 就这方面都是需要考量 然后哪些可以自动化 可以省时省力 或者是例如我们刚才所聊到的 人力资源账目财务等等 这些是否你目前还是使用人手去解决 如果是的话 其实你可以拆分为不同的部门 去执行一些数码转型 所以主要还是先要了解 你公司目前内部是否有哪些部门 确实是存在这样的问题 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相关的问题 去着手去解决 我是觉得是这样 我也想要请教你一下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中小型企业主 他们会担心说 如果我要同时使用好几款不同的系统的话 这个成本会不会非常非常的高 那会不会在我的整个的运营的成本当中 占据一个很大的部分 那威尔森 其实企业有需要担心这个部分吗 这个问题其实是很好 因为之前很多中小型企业找到我们的时候 他就是想 就整个公司全面的去数码转型 当然你这个就会考虑到资本的 就是你的budget的问题 但是有些情况我们还是具体去看 有些东西我们是可以延伸下去 就例如你可以先分阶段的去进行数码转型 然后市面上有很多一些账目 或者是货源 我们甚至为ERP系统 它其实就包含了你做账的部分 然后你keep stock的部分 所以这两个其实是可以以一个系统去结合起来 所以当然如果你是需要全面的去进行大改革的话 那其实我可以给一个的建议就是 你们可以先优先处理 或者是简易化公司比较重要的那一块 就可能先从运营方面运营部门下手 然后你简易化了这一块 你已经数码转型了这一块 然后再实行下一个部门的转型 因为这些我们可以分阶段来进行 然后哪些是比较着重的 或者哪些比较影响业绩的 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先着手处理这一块 然后整个流程顺畅了 然后我们就可以再着手其他的部门 或者其他东西 这样大概来说 就主要我觉得那个问题应该在于 你必须明确知道哪些是想做 哪些是必须做的 那我们知道的哪些是你想做 哪些是必须做的话 那其实整个的细节已经出来 你就可以分阶段来进行全部的东西 因为有些时候老板是想做很多东西 但是有哪些是必须先做的 那我们就必须先列下来 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效果 我想那个判准呢 可能像是这个Wilson刚刚有提到的 什么东西是本来手动可以做的 那就尽量的是用这个电子化来取代 那效率就可以提高吗 那无论如何如果有budget的话 其实像Wilson所建议的 就不要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系统 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LEGO 就先处理好这个LEGO 再想另一个LEGO的问题 谈到这个服务的部分呢 其实现在很多的Gita Solution 他没有强调一个词 叫做客制化系统 这个客制化就是说 我可以为你的企业量身打造这件事情 但客制化当然会伴随着 可能比较高的费用嘛 对不对 WebStack 你们这个作为系统软件的开发商 你们对于客制化这个概念 是怎么样的态度呢 是不是其实客制化必然就是好 还是说其实没有客制化 也是可以的呢 你觉得客制化这个议题 你会怎么看 客制化这个还是需要看情况而定 很多客户之前找到WebStack的时候 他就想客制化很多系统出来 但是你看目前市面上 我们拿人力资源 或者是ERP 或者是account系统 这些其实市面上 已经有很多类似相同的系统 已经可以满足你基本的需求 那其实你就没有那个必要去客制化 这整套的系统出来 因为你看你客制化 这整套系统出来 你在人力方面 或是在资源方面 或是在时间方面 你肯定是会耗比较大的资金跟投入的 这样如果市面上的这些ERP或者是人力资源系统 已经是可以达到你的需求的话 那其实你就可以沿用目前市面上 所有的系统而并非去客制化相关的系统 但是有些内部运营系统它是需要客制化 那为何需要客制化 因为这些只有客制化的话 它才可以细分到公司管理层所需的需求 可能提高 从而进行提高效率 可能例如Logistik它需要一个客制化系统去处理它目前客户的账单之类等等 它也可以从客制化系统有着它自己的一套的去Data Base 所以去给它的公司 那只有客制化系统才可以满足它相关特定的要求 所以简单来说 其实我们还是具体先想要了解 看你的原因为何需要客制化 如果那个原因真的是可以达到你想要的效果的话 那其实我们就会建议你去客制化 如果你想要的就你给到的原因 其实市面上已经有类似相同的系统是可以达到你的需求的话 那其实你就不必要去客制化整个的东西 好 了解 了解过了这个客制化的部分 其实我们还是要回过来谈关于这个政府的一些的政策 因为比如说数码化 它能不能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很顺利的去推行 我觉得跟政府的政策 还有在后面有没有支持是很重要的 那我们了解到了 其实你们公司Wellstack 其实跟雪州政府似乎有一些的合作 那这个合作的细节到底有哪一些呢 它又可以如何的来帮助到我们本地的中小型企业 也想请Wellstack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的 从去年疫情开始 政府就开始实行一系列的转型资源计划 例如从MDAC开始 然后就到最近的那个CDAC 它就也协助中小型企划去转型 然后在这个所谓的资源计划当中 政府是会给到一定额度的津贴去协助中小型企业转型 因为配合我们所谓的New Norm 然后有几项服务是政府认为中小型企业在转型的当中 是必须用到或者是先用到的服务 就是例如所谓的Digital Marketing 线上推广 然后人力资源系统 所谓的HRMS Cloud Accounting 然后e-commerce e-post 跟所谓的Payment Gateway 就这些都是政府所列下来的中小型企业转型的时候 必须优先用到的服务 或者是先用的服务 那如果你的公司是想要在这几项服务里面开始转型的话 那政府就会给到你这个津贴 所以如果中小型企业它开始投入这几块服务 那你就可以找到MDAC 或者是找到CDAC 例如WheelState目前在跟CDAC合作 就是只要你的营业地址 或者是公司住的地址是在雪兰俄州的话 那你就可以享有雪兰俄州政府 所拨出来的这个转型资源计划的今天 但是有一定的条件你是需要符合的 例如你的年营业额必须在30万到300万之内 然后你可能你的公司百分之五十八成 就是所谓的大股东 必须是马来西亚公民 那其实你就可以申请这方面的津贴 当然你可以去到CDAC的官网 它们里面就会列出哪一些 是CDAC所公认的Digital Solution Provider 刚好WheelState就是其中一家 所以你找到这些Digital Solution Provider的话 那你就可以通过他们去申请这个今天 是 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资讯跟概念 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些华社跟企业 可能都不了解 所以我觉得这个机会是特别好 就是跟所有在听我们节目的 中小型企业组这个通话一声 有这样子的一个服务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 其实可以透过WheelState 然后跟这个政府申请这笔拨款 然后去投入这个电子转型的部分 这个部分就引入我第二个 比较好奇的问题 就是为什么中小型企业 在整个电子或是说数码转型的 这个过程当中 我又说你觉得他们为什么的起步 会比较慢 那个限制是什么 会不会说其实中小型企业 在电子转型这一块 比起一些大规模的企业 其实有它便利的地方 能不能分享一下你从业这个industry 这么多年你所观察 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现象的发生 中小型企业当你提到数码转型 或者是融入科技的元素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想法就是改革 你就需要大量的资金 大量的改变 所以第一个他们所认为的转型 其实是需要花费很大的金钱 再来很多时候 中小型企业它是以传统生意模式而起家的 从以前就可能是家族生意 或者是从以前爸爸那一代就已经做出来 当你提到转型的时候 他们对这方面的认知 就是了解可能比较少 所以他们会觉得 你跟我谈转型 但是我不知道从哪里可以入手去转型 我也不知道需要改变什么 因为我一做就做了十多年了 我一做就做了二十多年 都是这样子做下去 所以今天你跟我说需要有一个系统来代替 目前我所做的东西 那他们的想法就可能会觉得 这个系统靠不靠谱 它一来可能没有在科技这方面的支持 所以它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 那整个系统能帮到什么 它的所谓的效果还有之类的 这样资金当然也会成为他们最大的顾虑 但是它其实也是会有边理 如果跟大规模的企业相比的话 你看大规模企业 如果他们说要谈融入一个新的系统 或是在某一方面的部门进行一个大改革的话 那大公司大企业在转型起来的时候 会比较复杂 因为它太多数据了 它目前可能公司里面的数据太多 当你需要迁移数据 或者是你需要在migrate整个数据的话 那你所涉及的问题跟流程会比较多 而且大公司它有很多的流程需要去跟足 部门也很多 所以构架也很多 那当它实行一个转型的时候 那是会牵涉到很多部门的投入 所以在这方面它可能你在谈一个转型的时候 它所耗的时间可能就不是一两个月的事情 它可能需要耗差不多半年 或者是几个月到去完成一个小部分的转型 所以在这方面可能大公司就会比较稍微吃贵一点 你企业越大或者是你的组织架构越庞杂 即使在做起数码转型的时候就会更加的复杂 倒不如在趁着你的企业还在小而美的时候 就开始从小开始建构起 那可能在这个转身或转型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其实我们来讲一下这个关于硬体方面好了 因为我们知道数码转型它肯定涉及的不只是软体 肯定还有硬体的部分 很多的这些中小型企业组 他们就觉得说 哇我是不是要投入很多的资金 要买很多的平板电脑等等的 那我们也知道说你们跟一些的硬体商也有合作 比如像是DALE也是你们长期合作的对象 那可不可以请这个Wilson你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在硬体的配置上面 其实中小型企业在思考数码转型的时候 他们应该要做出一些怎么样子的准备呢 在硬体方面其实目前如果是中小型企业转型的话 其实所需的条件其实已经大大的降低了 我们所谓的一家很普通的手机电脑 或者是很普通的CPU 那其实已经可以满足所需要架设的在硬体上面 当然现在很多时候 这个时代我们已经把全部的Solution 或者是System都已经往云端上去架构了 云端上其实就已经不需要任何的大量的硬体支持了 所以你只要基本上有一个手机电话 或者是一家普通的手机电脑 那其实你就可以游览相关的System 或者是相关的手机应用程序 就可以解决目前的问题了 那硬体方面主要的 我看到目前在一定的需求上 那主要还是在满足大企业方面 大企业方面可能就会有硬体的这个顾虑 因为很多时候大企业它可能需要一些 我们所谓的硬体防火墙 这个它可能会比云端来说稍微比较保障一点 就可能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例如国家银行 或者是一些做金钱交易等等的公司 payment gateway的东西 那可能他们就会在硬体方面有所需求 就可能它需要一个private的那个cloud server 或者是private的一个hardware server 那这方面我觉得主要还是会在大企业上 比较有一些需求 中小线企业的话 那基本上其实一个主要的简单CPU架设起来 你就可以变成一个你自己公司内部的一个server 或者是NAS或者是storage 那其实你只要配上一个internet connection 其实就已经满足了你的顾虑了 就是很多时候就可以迎刃而卷 全部东西 是科技这个东西 其实我们讲摩尔定律 就是每到一个时期就会翻倍 它的效率就会提高 所以现在其实很便宜的这个电脑 都已经有相当这个齐全的功能 所以其实中小线企业 再讲到电脑平板 虽然听起来它很像有点大 但其实你仔细想想 其实也没有什么一个 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消费 我只能这么说 那我们也来聊聊Wilstat未来的一些发展 之前跟你聊过 您说Wilstat会在这个 菲律宾组建自己的团队 对吧 已经组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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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那未来的想法是 在菲律宾的这一步棋 是瞄准阿西安的市场吗 还是说你们的这个 这个企图其实是更大呢 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 之前就早在 一年前我们就已经架设了 一个团队在菲律宾 因为Wilstat主要的业务 目前当然还是在 马来西亚这一块 但是去年我们千年 2019年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延伸到 新加坡客户 泰国的客户 跟菲律宾的客户 所以那时候 加持菲律宾的团队 就主要是想 踏入Asian这一块 就主要东南亚这一块 因为我们看到 好像在新加坡 或者是菲律宾 泰国这一块 马来西亚中小型企业 就类似好像Wilstat 这样的一个科技公司 其实还是有 可以发展的空间的 所以当然我们目前 这阶段 想在Asian这个市场 打稳基础 然后因为我们的 所有的资源 都在这一块 这样当然以后 不排除 踏入更大的市场 可能美国之类的等等 对 好的 聊过了你们公司 在接下来 未来的一些发展之后 其实现在我们 在最后的这个阶段 我们要来聊一下 这个后疫情时代的 一些数码转型的趋势 那虽然我们的政府 已经说在10月1号之后 我们就可以百分之百的 让员工回到公司上班 但是很多的上班族 可能心里还是多多少少 有一些抗拒的 那有一些上班族 可能会觉得说 我已经习惯了居家 或者是跟同事隔空的 这样子的一种互动的模式 要回到原本的 回到办公室的模式 其实有些人 可能还是会不太习惯 那有一种叫做hybrid的办公的模式 现在很像慢慢也开始流行起来了 那不晓得您认为这种工作模式 它是会有更高的灵活跟机动性吗 那么这种的趋势 对于未来你们在做起这个数码转型上面 你们会加入一些怎么样新的模式呢 是的 就这个疫情到来 你看其实它已经改变了很多 我们原本的做事习惯 你看以往在疫情还没到来的时候 你肯定是需要面对面去见客户 尤其是在雪龙地带 你看你一天如果能排五个mitting的话 其实是基本上是很厉害了 你也知道在路上堵车 午餐时间还是什么等等 但是你看在这个疫情过后的new norm hybrid work的话 你看线上会议 其实我一天可以做十多个会议 或者是甚至可以去到十多个 就是比以往可以增加两倍到三倍 那其实它已经是就很高 提高了很大的效率 所以在这方面的话 其实就我觉得肯定是一个好事 hybrid 例如可能以往 你客户必须一定要见到我 你才可以下单或者是之类的 但是如果现在相反的 如果客户要求你见面 其实你可以直接说 很多时候我们在google名 或者是这种都已经可以解决 那为何我们还要去面对面 去谈这件事情 已经到反了 那整个东西 再来很多例如人力资源 account posts都已经线上化 以往你到可能到月末 或者是月五的时候 我还去的去年 MCO1.0开始的时候 3月18号 然后到你3月5月的时候 你是需要去公司去整理一下你 那个月的收入 出粮等等之类的 那如果是在以往的话 你肯定是需要回到公司的 但是现在其实很多时候 你就可以通过新的人力资源系统 去解决这一块 那已经是不需要回到公司 去办这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趋势对数码掌声 肯定是好事 也一定会在将来更受青睐 或者是更受重视 我觉得这一块 其实讲到底就是 其实很多时候有一些观念 或是有效率的方法 我们可能知道 但是因为它要做出的转换的成本 非常之巨大 所以我们就却步没有进行 但是疫情之下没办法 退无可退 所以你必须要额到一个新的 乃至于你发现说 转换一下 搞不好其实比你日常营运的时候 那个效率更高 可能你的产出 搞不好会更高 对不对 可能以往我们父母亲那一代 都不大会使用智能手机 去购物 去order食物 但是你看这个疫情一到来 全部东西都是 因为你不能出门了 你也不能去商场逛 那你只能在线上去购物 去付费 去等等 然后你看他选购价额都已经是 你不能在那个 拖那边去加额 你都是必须线上去 加额或是到邮站 你看这整个东西都已经是改变了 我是不晓得别人啦 但是我自己呢 是有一点点social awkward的人 所以最近这种远端工作其实对我来讲 迷手就好贵 有一点 有一点 就是接触陌生人的时候 还是会有一点不自在 所以这个远端工作 其实对我来讲是蛮舒服的啦 但是无论如何 我想要点出的就是疫情真的是改变了我们的世界 数码转型呢 其实它也不是洪水猛兽 也不像大家所想象的那样 要去付出很多的成本 那现在要留住人才或者是吸纳年轻的人才 数码转型可能也是很多人才要进入你公司之前 他会给你心中打的一个标准或者是KPI 对所以这些都是我想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企业主们 大家可以好好的来思考的问题 而且这一次雪州政府系列又有给今天 我觉得大家就真的不要放过这个机会了 对是 好今天非常谢谢Wilson来到开门建商做客 跟我们聊了这么多 也跟我们解释的非常的清楚 谢谢你Wilson 谢谢你 谢谢 开门建商是财经制作的节目 你可以在财经的网站财经到卖 YouTube channel以及各大的Podcast平台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的意见或者想法 都欢迎你随时可以私信给我们 开门建商我们下次见 大家简直到哪里